新火相传 平安365特别奉献 旗帜下的召唤 上海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城市 一个集合了经济科技文化的国际大都会 新时代下迸发着创新发展的活力 在上海的西南端 每当日月更迭 阳光裹挟着柔和的暖黄色 照耀着文化悠久 被称为上海之根的松江 沪上之巅 浦江之首 松江是人们从西南方进入上海 领略的第一道风光 风光之外 总有一座安全的大门需要人来助手 G60沪坤高速封京首飞站 是外来人员及车辆从西南进入上海的第一座大门 在站外一百多米处 设有G60沪坤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 一支由交警组成的检查队伍 无论寒来数往都驻守在这座大门 带领这支检查队伍的是一个48岁的男人 也是检查站的站长胡君华 你好 请出驾驶行政 两位一起试试一下 这个地方也属于我们上海的一个西南大门 与浙江之间接浪 然后再过去就是江西啊 广东啊 福建啊 都是从我们这边经过 G60沪坤高速封京收费站 进出车道共29条 日均过站车辆8万余辆次 过站人员20万余人次 而每天上万数量的人车物的检查工作 全部落在了检查站这支交警队伍的身上 29位民警 73位辅警 不分昼夜地分摊着繁重的检查任务 20小时 岗位上必须要有人 我们的工作性质跟交警这一块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还涉及到 治安的 非法入境的 消防的 行政的 违法犯罪的 或者一些危险品 还通过我们检查 也就是说我们像一刀网一样 过滤下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代先锋等荣誉称号 一日驻守在铁关 就不允许有任何危险进出上海 由于要强细心的守官态度 和出色优异的检查成绩 胡君华被同世纪媒体尊敬地称为铁关门神 这位门神驻守铁关已14年之久 见证了道路越变越宽 车流越来越大 收费站通道从23条破建到29条 检查站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这一步步的发展 令他回想起十多年前自己刚到检查站时的样子 胡君华曾是一名军人 1991年20岁的他参军入伍 当新兵考军校在部队工作 前后经历了14年的军旅生活 2005年他从部队转业 选择加入公安队伍成为一名交警 之后被分配到G60护坤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工作 检查站从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单位 走到比较优秀的这么一个单位 那个时候确实是蛮辛苦的 好多的人还不一定知道有检查站这么一个站 当年百叶带星的检查站 激起胡君华一股要强的劲儿 他决心要把检查站的工作做出成绩 他从管理抓起 用军事化的手段来锻炼队伍 我天天带着他们训练 天天教他们怎么查 因为从部队出来我知道 不听话来做不好事情 没有服从意识 你其他工作都是排台 做检查工作 行侦 机毒等知识 都是需要掌握的范畴 胡君华带领队伍摸着石头过河 积极攻克 素质难关 其实我以前对毒品这一块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的 我们自己肯定要去学的 从行侦这条线上去看 去查 藏在什么地方来 会从什么样的途径进到我们上海来 夏元 你好 请大家出示一下身份证 12年 13年 从大巴士上查毒品的时候 所有的行李全部带下来 一个一个开始检查 查下了一个泡沫箱 没人能力 打开之后 从里面一看 哇 十多公斤冰毒一看 兄弟们查到时也是蛮兴奋的 在同事的眼中 胡君华是个特别要强的人 若问为什么 一本相册揭开背后原油 相册里几乎都是胡君华年轻时 身穿军装 身在部队的照片 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 他总是无比的留恋 直到没人的感觉 鲜里几乎是网站的 你现在怎么办 从前凌争的 现在他选择了 画一本的葬 当时最开始的初心 也就是保卫祖国 保大家舍小家 我感觉到 还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就我自己的一个信仰 一道铁关记录执着与坚守 一颗初心铭记热血与忠诚 心里面很激动 彭彭彭彭彭跳 平安365 旗帜下的召唤 第一集正在播出 曾经的意气经年 已变成华发中年 君律岁月铸就了 胡君华要强不服输的品质 如今他把这股要强的劲 投入到检查站的工作中 我们这个工作比较苦 比较枯燥 不断地查控 不断地查控 然后这个小成绩 积累成一个大的成绩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定要突破它 一定要打胜仗 每天通过收费站的人车物 数两千万 为了尊确揪出 其中潜藏的危险 胡君华不断地磨练自己的眼力 甚至是嗅觉 他要求把身体的感官 训练成战口扫描仪 有一年的过年前 我发现了一辆乡试货车 那么进上海的时候 我把它拦下来 打开这个车厢呢 都是大箱大箱的水果 那么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就准备放心了 胡湛呢 当时他拦住我 他跟我说 小猪你再查一下 搬下来几箱水果之后呢 发现里面呢 都暗藏着烟花爆竹 我当时呢 对胡湛就比较佩服 那么我问他 你是怎么发现的 他说你看他那个轮胎 过减速带的时候 弹跳的这个程度 不像是装了水果 还有一个是春节快到了 可能会运送一些烟花爆竹 进入上海市 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胡湛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除了要强之外 细心也是同事 对胡君华的评价 对查控这块工作呢 你还是要查细一点 有的时候多提一下 多做一步 成功与否 就往往在你多想一点 多做一点 成绩就这样子出来了 除了细心的人力扫描仪之外 战口设备的科技化变革 也是胡君华见证的发展 从单纯靠人力盲查 到夹口监测系统的投入应用 智慧公安的发展 实现了精准查控 以前的盲查就是单靠人的 要查一个逃犯的话 要查四五个小时都有可能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科技 几分钟我们就可以把它查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胡君华所在的上海松江 将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中 成为科创的重要承载区 而胡君华驻守在松江西南方向的铁关 也会为安定和发展 助劳滤网和屏障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大 作为我 作为一个检查站 我们为祖国这个大庆 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万字千红 你是最美的芬芳 夜空茫茫 你是最美的星光 你的光源是我们的光荣 你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 最美是星光 最美是星光有力量 最美是誓言的口墙 最美是那大流墙 最美是大地暗想 最美是夕阳有力量 最美是誓言的吭枪 最美是大大武家 最美是大地暗想 最美是大地暗想 咱们从内地进入乌鲁木齐的一条必经之路 这个地方一年有二十多长 十几以上大战 我已经在这条路上工作了16年了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起 我就是一名高速小姐 对 你走就行了 我们给你把风盗留在你的左侧 风沙大的时候 坐在车里面车头都看不见 车辆吹翻 玻璃被打碎 那是常有的事 外地的一些游客 他都不知道我们这天气情况 那就像大风了 他可能觉得生命都没有保障 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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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到我们以后嚎啕大 他觉得他可能都活不过今天了 有一次就是刮大风 我看到那个车被吹翻了 上下游箱哽了时钟 然后游箱哽完了 游箱三公司 游箱三公司 消费队在来的路上 他就跟我们打电话 进来了 没办法 只能站在那儿手上 因为毕竟把那车延绵 拉了些灭火器 才能收到一晚上 一直到第二天分庭 把这个事处理完 我们工作也忙嘛 基本上都是老人带的孩子 我赔的也少 有时候我带他玩 他都不愿意跟我 他要跟他妈妈去玩 让他妈妈带他去 多好你吗 快来 不喝 不好 为啥 你不是想爸爸吗 我老婆经常会说 你自己也不反省一下 你陪他时间很少 人家能愿意跟你沟通交流吗 有些时候就觉得 没有尽到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吧 但是毕竟我是一个警察 得把家里面的事放一放 只是希望我能够成一名优秀一点的警察 当我们到现场 第一感觉 确实能够感觉到 他们是真的需要我的 感谢你们活不上 老百姓需要我嘛 就跟在家里面是家人的感觉是一样 被需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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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